一辆违规超载的乡行车呢 在行经国道三号南投路段的时候发生了爆胎 整辆车子失控撞上了内侧护栏 转了180度侧翻在路边 车上有八名助念团的成员被摔得东倒西歪 伤痕累累的 人还没有到助念现场 人就先在这个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消防队员帮59岁的王姓女驾驶 剪开左手背的袖子 帮她清洗巴扎伤口 旁边还有两部救护车要载送伤患就医 车祸现场一片凌乱 挡风玻璃碎了一地 车内第三排座椅被强大的撞击力甩出车外 车上两男六女总共八个人都受到撕裂伤 放到车门是不是 我还不想 你还要去中两个默默默默 这辆乡行车从台中要前往嘉义帮人送亲助念 行经国道三号南投路段突然发生爆胎 车子失控撞上护栏 整台车转了180度之后侧翻 车上八人受伤 有七个人送医治疗 后轮的那个胎皮就脱落了 然后就翻车这样 警方调查 这辆乡行车一规定只能坐五个人 却载了八个人 如果车主没有向捷力站申请加装座椅 依法将处以3600元罚款 下方偷偷 第三个人